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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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今天踩台的时候 王军凯跟我们介绍说 他有一年都没长了 没有 实说我长了 只是他们俩长得比较多 我看起来不明显 看起来不明显 你也长了是吧 长了 好 那这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三个男孩儿 那么也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在各方面的表现 也恭喜你们又发表了一个新的专辑 叫做青春修炼手册 今天也给他的家族的这个 武生哥哥哥姐姐也都送了他们的专辑 也首先要给我们介绍 我们来加油 那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加油的小热声 对他吧 吴子琪 游戏规则 现场分两队 维加队与谢娜队 维加队队员 维加 王俊凯 一阳千玺 谢娜队队员 谢娜 王源 吴欣 维加队队员下白棋 谢娜队队员下黑棋 每队队员一次下棋 从出发到下棋完成 只有五秒时间 哪一队队员率先完成吴子联 则获胜 而输的队 则要接受整队砸锅的惩罚 这场拼上致力与体力的对决 到底谁能更胜一筹 快去现场看看吧 佳佳跟娜娜 你们两位石头剪刀铺 决定谁来下第一个棋子 来 石头剪刀铺 好 佳佳就能开始 你们下白棋 来 预备 每个人都是五秒钟 预备 即时 看看 主轮 维加队率先出棋 仙大队紧随其后 看得出啊 维加队三名队员在 有条不紊的布局 而此时的仙大队 出现了暂时的被动 他们不断地在堵截 却忘了布局 此时 王俊凯走出了 关键的一步 因为这步棋 维加队已经形成了 四路布局 好 非常好 好 非常好 仙大队此时最明智的走法 是堵截两路棋局的交叉点 而王源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扭转局势呢 好 微强 王源错失一步好棋 此时的白棋将会 转据绝对的上风 维加队再次进攻 这一步已到本轮赛点 虽然无心堵截了白棋的交叉点 但为时已晚 不在 等一下 等一下交叉点 白棋侧路已经形成了四棋并联 即使黑棋再次围堵 白棋也将轻松地锁定胜局 第一轮 维加队获胜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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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把这个他们三个挡住 然后你现在堵不了啊 你现在只有堵一个堵到这儿 但是娜姐你如果你堵这儿 我们走这儿你们也输了 那我们要走这里吗 没有 你应该刚才把他这儿堵住 我们就三个啊 然后我们就走这儿吧 一 三 三 三 哦 哇 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小凯同学的战略吗 让我们再次回到小凯同学下的那部关键棋 正是因为这一步白棋打开了开阔的四条棋路 不管黑棋怎样围堵白棋获胜也只是早晚问题 不得不说白棋队员犯蹦的 绵缓的 好这是第一轮 第一轮来我们三位站好 王妍有什么话要对 对不起 要对姐姐说 我还真没看懂 哦 还没看懂啊 好 来来来 站上来砸一下就懂啊 好 来 来 来 三 二 一 太重了 对 太重了 你没有加特劲的 太重了 为什么呢 好重 进入第二轮 娜娜队果断调整了战略 不知道首轮势力的黑棋队能否在第二轮绝地反击呢 好 这回我们从娜娜这边先开始先发气 来 预备 第二轮来 开始 娜娜走了两步 看得出第二轮 娜娜队的配合更加的默契 开始主动的布局进攻 小凯面色凝重 骑路被黑棋围堵 不到你 无心 小凯准备再开新路 黑棋三棋连城 白棋迎来了首个危机 千玺能化解这个危机吗 千玺好样的 成功围堵 到维加 到娜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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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 维加队已被圣纳队的棋局捣乱 有些举棋不定 好 到 来 到 猫园 猫园 赌那个 赌上面那个 黑棋再次破解白棋的一路进攻 王俊凯再开新路 无心再次堵截 白棋再开路 黑棋再堵截 娜娜队的配合明显优于上一轮 攻守兼备 屡屡屡破解危机 此时比赛先入焦灼 双方队员都明显地焦躁起来 上 左上 四个 有四个 对 来 咱哪 县大队再次布局 测路已经形成三连棋 在这么错综复杂的棋局里 小凯能不能突围成功呢 小凯错失一步好棋 黑棋已基本锁定胜局 只要王源把黑棋下在红线范围以内 那那队都可以获胜 可是迷糊的王源能不能下队这一步呢 我们看王源 王源 下队了 下队了 黑棋已率先在侧路形成四连棋 不管白棋唯独哪一边 黑棋都锁定了胜局 第二轮 娜娜对合胜 等一下 等一下 他们你先跟王源说一下 你们为什么有 王源 因为这四个连在一起了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就是五个了 然后他们在这儿堵也堵不上 然后你就在上面加一个黑棋 那些你说四个连一起的时候 他说不是五子棋吗 马上就要到五子了 你平时不玩这个 好 这边接受惩罚 来 站好了 这局太紧张了 来 三 二 一 走 特别重 是不是 今天的特别重 今天的又翠那个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郭换新的了 换了新过队 对 换了新过队 郭又这一批质量好 两人过后两队打成平局 录制现场出现不相上下的战况 主持人何老师决定临时加入番外赛 接下来番外赛 谢娜艺人单挑TFBOYS 有没有信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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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因为他是一个人 如果他赢了 你们砸三下 如果他输了呢 砸一下 你不能这样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是一个 进退两难的事情 不是 我说我们三个 一共砸三下 对啊 都是一样的对吧 都是砸一下 本来我正在感动呢 进退两难 因为我如果输给他们 就不好了 因为我在五指期这个 五指期 五指山 是这个期 我在这个五指期界呢 你压在五指山 我个人的挑战记录 还没有输过 吹个牛味 还有呢 我觉得砸今天真的太疼了 是 所以我又必须向前行 但后面惩罚我又很害怕 我明白 但是我就这样 如果我输了的话 我 跟他们总和加起来一样 他们如果每个人砸一下 你就是砸三下 如果他们每个人砸三下 你就砸九下 不要 不要 他们就每人砸一下 你砸三下 我砸两下半 好了 三下了 好吧 我是因为输给他们 我就砸三下 好 好 来 这回赌大了啊 来了 厉害了 好 来 第三人 是那干挑TFBOYS 面对加重的惩罚 我们能砸一下 你就是砸三下 很强劲的对手 我个人的挑战记录 还没有输过 双方到底谁 才能笑到最后 你会吧 预备 预备 开始 第三轮开局 娜娜显得格外的从容 面对三人的不断进攻 娜娜的棋路明显的攻守兼备 王俊凯 依然善于为全队布局 好 TFBOYS把棋路打得很开啊 这样可以延长对方的思考时间 欸 娜娜算是一步好棋 如果黑棋放在这两处 黑棋的棋路将会明显地打开 好 娜娜看到了时机 王俊凯堵截 娜娜再开路 千玺在堵截 娜娜再开路 王仁在堵截 娜娜另辟蹊径 王俊凯再次下出关键棋 白棋已经完成了三棋相连 娜娜成功堵截 被发现了 对 不得不说娜姐在 武子齐的思路上非常的缜密 此时黑白两棋交战正寒 赛局一度进入再开路 再堵截 再开路 再堵截 的四循环 现在哪一队能率先在 谜局当中认清局面 既攻右手 才有机会获胜 中间的队 此时娜娜迎来了关键棋 黑棋开辟左右两路方向 小凯的这一步啊 将再一次成为白棋成败的关键 小凯并没有发现左右两路的危险 娜娜娜娜娜一锁定性级 娜娜赢了 娜娜右侧路即将形成四连棋 不管白棋怎么堵截 黑棋的五子相连也会成为定局 这一轮 娜娜获胜 来我们让王源说一下娜娜怎么赢了 王源的表情 王源你来啊你看一眼 看一眼 你往这个区域看 为什么娜娜赢了 先该她了嘛 对吧 该她 比如说如果她往这摆 谢谢 好 来 掌声给她们 哇 是精彩的 弄到一种国际比赛的感觉 你们刚才这有国际比赛的感觉 其实三个人难下一点 对 三个人难下一点 因为一个人的思路 她其实比较好贯穿 好 那来娜娜哥哥轻一点啊 来 三 二 一 走 哎呀 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 老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青春修炼大讲堂 那么今天我们来上课的这七位同学呢 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要上什么课 他们也并不认识 接下来要出场的老师 老师呢会寄信地给我们的同学很多的状况 不能反抗 就是老师给你出什么题 必须想办法去圆满地完成 好不好 接下来是一门 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课叫音乐课 因为我知道又怎么了 娜娜同学 老师我们特别 我特别感谢把我和几个穿白衣服的 白衣少年放在第一排 对不起 你回到你的位置 这是我们两位待会来的新同学要做的位置 师傅 是 他来了 刘吉他都在第二排 快来 又坐回去了 老子他不提 大家知道 我们学校呢 师资力量非常的雄厚 那接下来呢 要上课的这个老师呢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 好了 接下来上音乐课了 掌声欢迎我们的音乐老师 对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语文课是音乐老师教的呀 老师的音乐也是体育老师教的呀 这样的呀 是不是有插班的同学要来了 说的对呀 这两位插班的同学呢 由于前段时间在广场舞事业上 投入了太多的心血 所以耽误了学习 特词过来好好地复读一次 好的 让我们有请掌声 掌声有请 凤凰传奇的 凌花同学跟曾益同学 欢迎两位同学 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你 天空只是听声上 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你 沉冬的一马鸡翅 恭喜恭喜你 出来就排唱了 排唱呢 就因为你俩这年龄层次又拉大了 但是还好有老师在啊 不会拉太大 是吧 请坐 哎呀 终于可以做回老大了 好 欢迎凌花同学 欢迎曾益同学 两位请坐 好了好了 我们要上课了 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呢就是 河老师你掐我一下 哎呀 哎呀 哎呀妈呀 这是我呕心沥血了十年的 哎呀妈呀练习法 现在前后 两个人为一组互相掐 来 来我掐曾益 哎呀妈呀 好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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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前排两位同学们互相掐来 我是听到一声猫叫吗 我 没吃早饭吧 王源同学 来你掐浚俊凯同学来 哎呀妈呀 好 各位大家好 练完了声 我们嗓子开了 你们很有可能会觉得 我让你们唱歌 对不对 这就错了 这是一般的老师 而我不是一般的老师 是二般的老师 是的 所以练完声 我们就要练软度了 哦 过干 来我们请我们的那个助教 来把杆拿上来啊 好 好老师 你指定两位同学来挑战过干的软度 好不好 过干的当然要选特别软的同学 所以呢 千禧 同学 还有曾益同学 同桌加油 谢谢 老师我有问题 这是音乐课吗 是的 为什么要上体育课 因为 老师刚刚说了 他是二般的老师 二般都这么上的 好来 第一关就是这个啊 这个 个子小小的这么便宜啊 对 先迎生吧 我献啊 好有礼貌啊 来走 好 成功 好来 一扬千启 nings 我同桌真棒 来 来来来走 对 Dwyer 没问题 再下一格 成功 哎呀 差一点 哎呀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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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天哪 这个过不去 这还能过去吗 这个比真一个腿都还短 加油啊 你试试用这种方式呢 这种方式续横过 对横过 三个了 好 算成功啊 天喜 好 天喜来 同桌加油 同桌加油 还有可能吗 怎么啦 我终于知道了 我同桌的裤子 就是这样崩烂的 好 成功了 那个曾毅 你可以点任何一个人来跟千喜来批这个难度 这个难度啊 对 他们都在看热闹嘛 海涛不合适 谁 哪一位 我听到了老师 我听到了 两个字 王远 是不是 两个字 王远 是不是 你们不合适 你们不合逼 王远加油啊 来 看着就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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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不行不行 还给一次机会嘛 王军凯他也要来 王军凯可以下 另外下一节 来 小凯来 方刚老师 我的腰不好呢 你腰不好 你这么小就不好了 眼级大了 眼级大了是吧 好 来 签起来 签起来 签起来挑战这个啊 加油 签起来 加油 签起 加油 签起 可以的 成功 哦 哦 差一点 差一点 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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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是不是好一点 签起来 我觉得可以 那不如直接升上去好不好 給 inté дети 好辛苦了 来 请坐 好的 可以吗 老师 Sí 你是我的眼睛 这也是叫跳舞了 老师 我们不想跳 你跳吧 好了 就是我跳啊 期待吗 特别期待 期待 期待 哎呀妈呀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是Dancing Queen 音乐 童老师 娜娜 初音乐 临花 哇 正丽同学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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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快起来 是 开始了开始了 有不来有不来 开始了 开始了 老师你突然见一下 为什么 老师你突然见一下 老师你突然见了 好棒啊老师 那个来个人扶我一下 整个有点整猛了 那个 这堂课也上的差不多了 那个 留个作业 诗歌诗姐啊 唱诗帝的那个青春修炼手册 诗帝 唱诗歌诗姐的 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我那个先去医院啊 过两天见 好接下来呢 是tfboy和凤凰传奇 互唱对方的 经典歌曲 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这首歌 给你快乐 你有没有爱上我 哦 哦 哦 提醒咋量 换上奇妆 陪担上一颗来的火箱 那是一点 我的勇敢 充满力量 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 这世界的太阳 这世界的太阳 为止心才能把我照亮 这舞台的中央 有我才善良 有我才能发着光 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这首歌 给你快乐 你有你有爱上我 跟着我鼻子 眼睛动一动耳朵 装拐刷刷 防护你风格 青春运动太多 为止能踩走 让他闹闹说什么 哦 Yeah TFBOYS & 凤凰雪 一起看我们秀音乐 大家一起来 我看那些舞蹈 坐在那儿 HAPPY SO HAPPY DAY HAPPY EVERYONE 我们来自古宠的舞台 每人都有自己的精彩 跟着日出奔向那晚香 努力拼窗不留遗憾 有风有雨有有些快乐 不管明天又会怎样 幸福有时很简单 伤开心扉用爱去感觉 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我们一起大声吼一吼 感到幸福我想说爱你 我爱你 我们一起跳舞 一二三 风远方 大地花香 雨里游 我爱歌唱 你会ement亮 每一张小林在桩包 哦闪下 风的阳光快乐起航 我们用爱去征徉 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我们一起大声吼一吼 感到幸福我想说爱你 我爱你 我们一起跳舞 1 2 3 4 Happy Everyone 写一道题目和他的答案 不要让旁边的人看到 写完了之后 把这个文件夹交给我 接下来呢 我会抽签 抽到谁来出题 谁就来出题 游戏开始时 参赛9人 各出一道题交给何老师 何老师通过抽签方式 选出第一轮出题人 10秒计时结束时 出题人要选出一位答题者 进行对决 如果答题者答案正确 则出题人淘汰 否则答题者淘汰 出题人回到答题区继续比赛 出题顺序 则按参赛者座位的 顺时针方向进行 激烈的头脑风暴 残酷的心理战 谁能笑到最后 好 接下来 然后开始抽签 我先来抽一下 第一个要来出题的会是谁 曾毅 好 各位 做好准备 我们答题的时间只有10秒钟 来 各位同学 请听好 桃花的桃 桃月是几月 这个开简单了 桃花的桃 桃月是几月份 就是桃花几月开吗 不是 桃月是几月 桃月 五星时间到了 写完了吗 好 曾毅 你要挑一个人 你觉得没有 就是没可能答对 不然如果他答对了 你就被淘汰了 我先观察一下各自的表情 我给你透露一个小讯息 你刚说完题目之后 王俊凯就说 这太容易了 这个太简单了 这有可能是骗我的 我不知道 每个人有可能都在演 无心是一直一直到最后 他都表示没听清楚 没懂题目的感觉 他在争取时间卡 也有可能他也在放烟雾蛋 对 大家说找谁 王俊凯啊 啊 好 听你们的 王俊凯 搭档 换一个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看王俊凯的答案 3月 来 我们看一下曾益的正确答案 真的是3月啊 被淘汰了 被淘汰了 3月真的是3月 对 因为是淘 淘汰 淘汰的面海域 3月淘汰别样 对 三月淘汰 好 这样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猜 谁的答案会是错的 哎 王源一直不敢看你的眼睛 好 王源 看一下你的 你写的几月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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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都可以吃桃子了 好吗 恭喜曾益 第一个被淘汰了 王老师 我算最夸张的 最夸张的是什么 你看看吴欣的答案 7月 你的荷花跟桃花是一起开的吧 没有 马上8月 桂花就要开了 好 来 曾益到这边跟我一起啊 谢谢 他应该回到我们的美国之门手机 快乐大饼 我们是快乐家族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 我们快乐家族的微信特别的精彩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词询 可以跟大家随时分享 是 同时我们也可以为大家送出红包 现在下场的快递打车的表演 愉快乐大门一起参与快乐摇摇的活动 赢取快乐红包 还有机会获得快乐家族的签名照 惊喜大奖 快递打车快乐摇一摇 各位亲爱的同学 我出的一道题目是一道综艺题 2014年5月20号 你有没有爱上我 没有 不是这道题 快乐大本营的嘉宾有哪些 开始 请写出全部 你这不是欺负灵花吗 你知道啊 凯涛 你的眼睛虽小叮得可远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留到现在的话 这道题可能也够签吧 够签 够签啊 但凌花居然说她有信心 不行你别假装再写 好 佳佳 你决定由谁来作答 好想挑七月份的吴欣 我知道 下一个就是我出题了 等一下啊 不不不 我不挑你 你不挑我 我是说好想挑你 但是我觉得 因为你作为主持人这点素质还是有的 路过的嘉宾一定记得 那当然就全写出来了 好 那就你吧 来 吴欣 完了 你完了 完了 佳哥你完了 我答应是 啊 TF Voice 嗯 欧阳娜娜 刘浩然 张子峰 然后李嘉诚是吗 那个男孩 对对 我这么努力 怎么可能答不对 等一下 算不对是吗 我别字也算 因为刘浩然的浩然是这个日天号 你这个浩然是另外一个香港的明星吗 这也算 其实我真的有写错一个 也写错 因为李嘉诚的那家是 是家庭的家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们俩都被淘汰了 你过来喷你 喷你 喷你 你这么冷漠 你们俩一起 说吧 真不敢相信 林花一直 我看一下你写的 真的还可以 他就少一个李嘉诚 他都对 我之前也少一个李嘉诚 然后我写的筷子巾 筷子巾 对 对 我写的筷子巾 对对对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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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刚才是一个筷子巾 佳佳的题目虽然刁砖 其他人的问题更是千奇百怪 钢琴上有多少个白剑 喜羊羊里面的村长是哪一位呢 卖羊羊是不是 喷我吧 哈哈 米老鼠有几只手指 四只 是 他是四只 上了一个干掉一个 多知亚最开始是做什么的 对讲机 正确答案造纸 这轮激烈绝逐后挑战升级 谁将止步冠军之女 俊凯出题了 对 其实我这个问题好简单 这是一个卡通 这轮廈都还猜不下 哈哈 请问 舒克与贝塔中主角分别是什么东西 什么物种 是 是什么东西 谁啊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年龄没看过 哈哈 真的你怎么会看过舒克贝塔 反正是我的小 我小时候热播啊 哈哈 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热播的 舒克开飞行员的舒克 啊 啊 贝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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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看一下 舒克贝塔是什么物种呢 飞行员 到后面才发现什么物种 飞行员不是 开坦克的 好正确答案应该是 老鼠 来 好的易烊千玺 小惩罚 好 来 俊俊回去坐到那了 来出题 哦这是一道动物 卡通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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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黑麦警长的 侦探 是什么动物 好 我要请的是 凌花 凌花加油 凌花 凌花能冲到现在已经是 你在找什么 来给你看一下 来 好紧张 写了个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个王俊凯你写的什么 猫 明明问黑猫警长里面的侦探是什么动物 你给我说个猫 那警长是什么呢 包网 就是每次飞过去给他们报信的 哦 个白哥 对 先淘汰我们这个凌花 各位 我刚才偷看了一下凌花的题目 首先 我必须说 这是一个聪慧而激谨的女子 可是我没聪慧到底 没赶上这个 没有 她只有她 你看她答完题之后 出完题之后折一下 生怕别人偷看 折了一下 结果还没轮到说你知道吗 我们都来答她的题 都来答 来来来 我过来答她的题 好 我来 我来 来 为了弥补凌花不能出题的遗憾 也为了见识她保密指数 10颗星的题目 大家临时决定改变赛制 凌花一人将单枪匹马挑战剩下8人 终极难题 能否让凌花笑到最后 或者说我答完了以后 全场没有一个人答对的话 就算自己拍我没有输好不好 好 你们同意吗 好 谢谢 请问 啤酒瓶盖上的锯齿有多少个 你们不可以答 好想知道 千万别说知道的人 好想知道 凌花每天都混在哪儿 什么她如果说都答对的话 她怎么能 没有都答对的话就喷她呗 好 好 来 你挑一个人 但是我们就是统一了一个答案 因为是跟你对垒吧 我们所有的人统一了一个答案 那就一起翻好不好 所有人一起翻牌子好不好 那如果有人告诉了你们 我们 没有人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猜的 海涛 涛 我看你的 你这偷偷给你看吗 还是我说的 你给大家看 我写的21个 谁告诉你的 那为什么是21个呢 我觉得是你们肯定是互相偷看的 所以我 那谁答案是 为什么是21个呢 因为我平时数着玩 我有一天数 18 19 20 21 不是 人打这个答案一定要说 不是 结果也是21个 你那些造纪人 我跟海涛在一起玩的时候 我们一起知道 我说大姐你看这有个平安 我们都数了 你们都数了21 那为什么是21个呢 为什么会知道 那天刚好 王军卡也在 对啊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一起数一下 答案 这个不算 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吗 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吗 我是16个加16个32个 只有他这是错的 你故意的 我再问一个问题 好好好 翻脸了吗现在是 翻脸 就翻脸了吧 急了急了 我搭到你急了 来来来来来 不要这么认真了 人一辈子每天都会一直看到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什么啊 太阳 这个 这个 我写好了 写好了 我都老厉害了 好 一起答吧 好 来 那个 这回肯定都不一样 一二 来 三 二 一 好 眼睫毛世界 空气 天花板 我看一下天花板 我看一下天花板 曾毅写的是什么 天花板 空气 好 告诉大家 全部都错 答案是 人每天睁开眼睛 第一个看到的是自己的鼻子 对 只是大家都忽略掉了 不对 是她睫毛可长了 睁开眼睛 先看到的是睫毛 不是 是鼻子 那这样说的话 有些人睫毛长 有些人睫毛短 那睫毛短就看不着 我说人一辈子 一直都会看到的一样东西 睁开眼睛 每个人都会看到自己的鼻子 为什么大家没有感觉到呢 因为是忽略掉了 姐姐不要生气 我们错了 姐姐 气场超强大的 很厉害的 鼻子这么大 都没发现 她一直存在在这 我从来没有感觉过 对不起 她真的有 我每个人摸着鼻子说 对不起忽略你了 不好意思 欢迎回来 接下来是我们青春修炼大课堂 大课堂的体育课 好 今天上体育课的 有我们的凤凰传奇 凤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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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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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是我们青春版的 这个一二三木头人啊 我们看看到底是谁落到最后 好不好 一二三木头人游戏规则 比赛开始后 何老师背对大家 数一二三 这时 其他人可以从起点出发 当何老师转过身时 其他人则要停止运动 否则回到起点 最后到达终点的人 算失败 并将接受残酷惩罚 好 因为凌华今天穿的裙子比较短 我给你一个特权 就是这一关的时候 你可以从旁边绕一下 我能 你那是收拾看点 所以就是 那个黄金凯说的 这个环节我看过呢 维加哥老是从上面飞过去 胡老师老是被卡住 我其实真正担心的是海涛 好 准备 来 予备 准备 准备啊 开始 一二三天 去哪里呀你 敢启 repente也都没有铃花钱架铃虹 哎呀你那个一二三你聽要稍微听了 一二三天 不好意思你得适应我好吗 因为大家都已经适应我了 好 准备啊继 swallow 开始 一二三天 王源是帅的啊这样 王源你看一下 你旁边娜姐的姿势 你再看一下 你旁边花姐的姿势 你知道有一个戏啊 就是说园外加 有两个傻儿子呢 一个是这样的 一个是这样的 好 吴熙你看着呢 差不多得了啊 好来 开始 一二三天 王羡凯那么可爱呢 我再一次提醒 无形海涛你们该出发了 好的好的好的 这人群人群的 太密了 来准备啊 开始一二三天 开始一二三天 哦 哦 葛老师他们两个都动了 哎哎哎王源动了 王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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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王源回到原点 千禧扑住啊 千禧不要偷着 扣自己的大腿 原来站不稳了 好 开始 一二三点 各位看一下谢娜的姿势 也是个不好惹的 好 来 开始 一二三点 胡老师 怎么了 佳佳他应该回到原点 喊他孔中是吧 喊他在孔中 喊他在孔中 千禧 你不是一早就在这了吗 你怎么三四次了 你喊他前面是左腿 现在换右腿了是不是 还在右腿了 俊凯你怎么在走模特步啊 胡老师 胡老师就动了 动了 动了 怎么动了 好 开始 一二三点 一三点 一二三点 开始 一二三点 开始 一二三点 我没动 你没动 等一下 你本来没动 然后你就观察我 有没有观察 那个头不能动啊 回远点 来 好 来 林华已经快胜利了 林华稳住啊 不着急啊 预备 开始 一二三天 莫老师 那个维佳你刚大喊一声是什么原因 真的有谁推了维佳 就是增益 来 准备啊 开始 一二三天 一二三天 吴老师 王军海在空中 王军海在空中 刚才开始的时候你不是在那吗 我只说了一个一二三天 你已经飞到这儿了 是快的嘞 好 压得动了 维佳终于撑不住了 哎 各位 看增益和海涛像不像新款的那种海豹 那种海豹人哈 好 来啊 准备啊 预备 开始 好 一二三天 好 林华安全过关 维佳回到原点 王军你不要偷动啊 你不要偷动好吗 来 预备 开始 一二三天 一二三天 王军你老是在那抠抠抠搜索的你就回去 王军永远有小动作 抠这儿抠那儿的啊 对 好 准备 来 开始 一二三天 怎么 孩子饿了 要吃肝啊 来 请大家注意这样一尊思考者 好 准备啊 开始 一二三天 开始 一二三天 可以举报吗 举报 举报 这位同学是做完过去的 哪个样做完过去的 是吗 是 好 回到原点 好 来 预备 开始 一二三天 好 娜娜过关 预备 开始 一二三天 何老师 天徙在空中 好 算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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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预备 开始 一二三天 好 预备 开始 一二三天 何老师 海胖自己不过 他也拦着别人不让别人过 海涛动了 海涛动没动 海涛是谁动了你 不知道谁有一直在掐我的肉 谁掐你的肉 不是 他们都在掐我的肉 好 四个人都回到原点 最后的冲刺了 快 好 来 预备 开始 一二三天 佳哥 佳哥 公中 你们是怎么跳过去的 我就好忙 跳过去 好 佳哥回到原点 我真的走了一小步的路程 对 佳哥 飞太大了 预备 开始 一三天 开始 一三天 开始 一二三天 开始 一二三天 开始 一二三天 一二三天 哎 我进场 他过了 好 佳哥加油 来 预备 开始 一二三天 开 一二三天 开始 一二三天 好 来 各位 接下来就谜题来了 到底是维加还是海涛呢 目前看起来好像两个人 相当长的距离 但是事事难料 预备 预备 开始 一二三天 好 开始 一二三天 开始 一二三天 开始 一 bez 一 二三ain 一三天 一二三天 这都万卖 sponsors 啊 开始 哈哈 哈哈 你们 你们 哈 你 哎呀 来人哪 没有规则 惩罚涛涛 小朋友请问一下 你帮海涛哥哥加 哪里肉多加哪里 没有人会就是冲出来保护我吗 等一下机制是吗 对 如果有谁要保护涛 何必自取其辱 要保护海涛 你这个时候就说等一下 然后我们就不惩罚海涛 惩罚你 类似这样的 好 来 有人吗 3 2 1 好 没有 等一下 等一下 可不可以给我加一个夹子 我也要这样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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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一的那个 把你直接上了给他 小拇指拿出来 可以可以 好 来 3 2 小拇指不痛吧 大拇指 3 十指连心 2 1 这个慢的 拔就拔为什么折磨我 你拔我 我不就打错 平二有21个车吗 我没敢拔下来 花姐您拖着走还行 花姐您游戏中战斗机 好 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堂的科学 小小的年纪 还不多什么是爱 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 你眨着大大的眼睛 哦 那么可爱 说话那手往哪儿摆 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 每一秒内容我都很习惯 切不开的集合图案 和霓虹的脸 到底有多少个答案 嘿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 这算不算不算爱 我还还还要不明白 快乐的是想跟你分享 难过想给你肩膀 第一次为一个人请讲 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 才短短几个礼拜 些情怀因为你不在 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 忍不住的小期待 因为爱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 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 你眨着大大的眼睛 哦 那么可爱 好想把你装进口袋 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 准备打算 留到十年以后再跟你说 给你买最大的房子 最酷的汽车 走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们再来一遍 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 再短短几个礼拜 请情怀因为你不在 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 忍不住的小期待 因为爱 我好想对你宠爱 再短短几个礼拜 请情怀因为你不在 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 忍不住的小期待 因为爱 欢迎来到我们的 科学实验课 好我们今天的青春修炼大课堂 最后一堂就是我们的科学实验课 这堂课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 非常非常玄妙的原理 我会用一个魔术的方式 来跟大家揭晓 那么为了配合这个魔术 我交代了各位同学 请大家都带来一样 对自己来说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看看大家都带了一些什么重要的东西 首先是涛涛你带来的是什么 我带来的是一张我今天晚上23点47 明天早上6点钟到的火车票 为什么这张火车票对你这么重要 因为我要去参加真正男子汉了 信兵战士杜海涛报道 来我们给海涛加油 所以如果这张票待会在魔术当中毁掉了 你就没有办法准时到 你就不能去参加真正男子汉了 好 来 吴欣 欣欣你准备的是什么 我带的是那个餐厅企业法人的营业执照 太子爷的吗 对 这个对你很重要 对 因为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他就不合法了 就不合法了 这个厉害 佳佳你带来的是什么 我就是来点实际的吧 我的信用卡 如果没有它 我就不能去欣欣的餐厅吃饭买单 这个也好 太多重要 好 曾毅你带来的是什么 我带的是我 是我儿子出生第六天 第一次印了一个小脚印 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好可爱 你看它这么小就有脚纹了 你看 那小脚印 这是它的左脚还是段掌 左脚右脚 这是天长脚转式 好可爱 左脚右脚一格满动作 满动作 好可爱 好 太棒了 非常用心的为节目准备 那林花你带来的是什么 我带来的礼物今天特别的特别 很珍贵 对 我们凤凰传奇成立了十周年 所以把我最 把我的最重要的礼物带来了 就是增益 没了它呢 我就没有办法组合了 凤凰传奇就成立不了了 这为什么也有感人的感觉 这为什么也很感人 这个对我很重要 所以 我就把它带来了 我代表了 好吧 好 那接下来 娜娜你带来的是什么 我带来的是 我最爱的一位朋友的 私下的一张照片 我每次看到它 我就会觉得 让我觉得特别开心 要展示吗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愿意用卡给你换 纯红翅膀 不是 我调了阿宝瑟 还劈过了是吧 虽然这张照片很丑 但是你说我对你很重要 我还是接受的 好不好 好 我们千玺带来 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带了我最喜欢 最喜欢这个玩具 嗯 轻松熊 轻松熊 是陪伴易烊千玺 刻余时间最好的 贴心小伙伴 如果等一下在魔术当中毁了 你会翻脸吗 你会生气吗 我们绝对不能拿这个毁 绝对不可以是吧 他会跟你玩 他会玩命 我拍了一个照片 你们可以剪一个照片 剪照片 不行 就是唇剪从脑袋开始剪 啊 那不行 所以你对这个真的很重要 那我可以摸吗 可以摸 可以摸 我可以摸 然后别人拿走玩一玩呢 就比如说借走跟你玩一玩 不要 不要 你平时什么时候 是跟他会讲话吗 会聊天吗 会讲吗 会不会 会 那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讲的 上一次 就是昨天晚上 睡觉的时候是吗 所以你会把他当朋友 去跟他倾诉就对了 好 好 好 这是我们这个一阳千玺很用心啊 带来他的轻松球 那我们王俊凯 你带来的是什么呢 我带来的是 我们学校的饭卡 我看看 这个很重要啊 没有饭卡 吃不了饭哪 这个里面是有钱的对不对 对 要不要我帮你充点汁 对啊 好 所以这个对你要说很重要 好 那个我们王源带来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呢就比较小儿科 就是我的作业本 就是星期一回去要交的作业 星期一回去要交的作业 哎呀 哎呀 随便翻到一页就是A加咧 哇 跳了好久的 特意翻了一页 哎呦 不错耶 来我们给他看一下 写得很整齐耶 他字写得不错耶 所以你来录节目都要带作业的是吗 我放学就直接过来了 好 你可以随便帮我读一小段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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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会用数字炸弹的方式 选出一位拿出自己最心爱的东西 参与下面的魔术 而这样东西只有六分之一的可能性 可以保存完好 所以呢希望大家在下面的环节当中都可以提高警惕 那首先我们先请黑人来帮我们把下面的东西收走 我这是心爱的东西 好就是这一堆东西 那如果我们抽到了轻松熊的话 我们是用这张照片代替啊 很可爱的照片啊 好接下来是数字炸弹的制造时间 数字炸弹游戏规则 参与者从0到99中任意写一个数字在纸团里 完成之后 有主持人随机抽取一个纸团定为数字炸弹 然后参与者轮流喊出数字 如果喊出的数字跟抽取的纸团上的数字一样 则炸弹爆炸 数字炸弹 数字炸弹 我也不看 好 接下来 数字炸弹的游戏 我们看看谁会是今天的那位新女儿 海涛 1到99 10 10到99 无心 20 20到99 30 30 30到99 所以 60 30到60 40 30到40 哇 一定会重在你们身上 娜娜 36 30到36 哇 3 1 3 2 3 4 3 3 1 3 2 3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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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33 多少 33 砰 熊熊 太太轻松了 然后就是捡我的了吗 这是要捡你的轻松熊 捡熊熊 那是捡我的照片没关系 好接下来 哇脸色已经开始变了 不是捡那个照片 是用照片代替的 然后捡熊熊 如果 对 因为我塞不进去 这个只是代表 如果真的我失败了 我们真的要毁掉你的轻松熊 没事 毁之前我们会留一点时间 给你和熊熊讲话呢 跟他告别 告别 好吗 谢谢 好我问一下 TFBOY里面的王俊凯和王源 有谁愿意用自己的最心爱的东西 来交换轻松熊 我爸我就说你把我的作业本剪了 哎 其实王俊凯也拿起了话筒 稍微犹豫了一下呀 哈哈 那可是饭卡呀 就那么一下啊 饭卡剪了还能买 饭卡没到饭吃啊 饭卡剪了 饭卡什么 饭卡剪了 可以可以重办的 对 轻松熊熊剪了 就没了对不对 好 但是游戏就是游戏 请大家遵守我们的规则 现在我不过手 请小芳把轻松熊的照片 放到一个信封里 大家看好 这个信封是空的 好 接下来 剩下五个一模一样的信封 我不过手 小芳把这一模一样的六个信封 进行洗牌 接下来拿出一块黑板 小芳随意洗牌之后 把这六个信封贴到黑板上 同时在上面标上 A B C D D E F 刘老师 她的脸有点刷白了 没事 没事 相信我 来 哎呀 手冰凉了 好 来 易阳千玺请出列 请你站到这儿 站到这儿 好 接下来呢 请你完全按照我的指令 我说走一步 就走一步 手走两步就走两步 一步两步 一步两步 四倒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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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这样 你看我 你可以这么走 你可以横着走 你可以竖着走 你也可以来回走 一步两步都没问题 唯独只是不能斜线走 比如说我从A到F 或者我从A到E 好不好 准备好了吗 从A开始吗 从A开始 听我的口令 用你自己的内心 我不会给你任何多余的指令 好 从A开始 朝任意方向走一步 这样的话 按道理来讲 你应该现在指着B或者D 对不对 对 我不管你指的哪 反正肯定没在A 小方请把A信封拿走 接下来 不管你停在哪一个信封 请你走三步 好 现在 还没走呢 还没走是吗 不要紧张走三步 走好了告诉我 走完了 走完了 现在你有可能在C 也有可能在D 但是绝不可能在F 对不对 小方 把F信封拿走 接下来 从你 现在的这个位置出发 易阳千玺 请慎重地走五步 我感觉到他变得比较紧张 他这次点的力道 都有给自己加油的感觉 动动动动 有震动 有震动对不对 我一直没有回头看 这傻子 我也不知道你从A开始出发的第一步走到哪里 现在第一步第三步第五步走完了之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的手指会指向哪儿 但是我知道 一定不在C 把C信封拿走 好 接下来 最后一个指令 从你现在的位置 走三步 走 走好了吗 还没有走 还没走 还在想 他现在目光已经有点堆滞了 走三步 走三步 好 他手基本上拿不住那个杆了 已经在等 在等了 千玺你现在手里有麦吗 有 你刚才在听我的指令 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 有没有相信我 相信 你刚才的相信是有一点 相信 相信 相不相信我 相信 千玺 如果万一 我没有成功 等一下真的会伤害到你的青松熊 你还会像以前那样爱我吗 会啊 如果在我和青松熊都掉到河脸 在那里的时候 你救谁啊 你救我还是救青松熊 我觉得您会游泳吗 您会游泳吗 会游泳吗 会游泳吗 好 易烊千玺 你刚才用到了您 这个游戏 生生地拉远了我们的距离 我坚信 我坚信 手指 停在 信封 易 把B和D拿走 好 接下来 好 请行 现在 你拿好这个 好 你拿好这个 他立刻窝一窝试试看 有没有这个照片 有没有照片 我跟你讲 这个厚度你是感受不出来的 拿好他 拿好他 现在 亚鹏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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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你轻松熊 只是不能拿这个回 你把我的作业本剪 放个剪了 可以 可以重判 但是游戏就是游戏 请遵守我们的规则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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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你确定没有吗 你看一下易信封里面 是不是有你的 金松熊 好帅 我吗 对 还是你的青松熊很帅 好来恭喜黄大胎 胜利 好 赶紧跟他说两句 久别重逢 好 同时一把大家的重要的东西 还给大家 太棒了 熊熊我真的很为你开心 熊熊也还要多来苦难呢 今天晚上你会把那个心情 跟他再分享吗 对 离开他内刹那 会不会 应该会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原理 其实呢这是一个数字排列的 叫做强制排出法 也就是说 刚才我说的那个三步里面 只要你不走斜线 比如说走三步 你是绝对不可能走到 我刚才说的那个 数字之外的一个数字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请小芳来做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的手 从B和D出发 B或者D出发 走三步 你是绝对 不管是怎么 多少种可能 你都绝不可能走到F 比如说你从B出发 走三步 一 二 三 或者换一种方式 一 二 三 或者用来回的方式 一 二 三 无论如何 他都走不到F 这样不是可以的 一 二 你试试看 大大你去试试看 这样不是可以走到吗 怎么可以走到F 这不是走吗 一 二 三 因为你跳过了A 不能走斜线 不能走斜线 这是斜线 不是 B到D是斜线 因为你跳过了A 我的脑袋怎么了 我看不懂斜线了 好 不管怎么样 所以刚才的所有的 我的指令 都是没有可能 出现另外情况的 一定是那个F不会被点到 所以就是这样的强制排出法 保证了 不管是增益带来的宝宝的脚印 还是我们千玺的轻松熊 都是会万无一失的 总算松了一口气 你把那张照片给我放下来 好了 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科学实验课 谢谢 精彩 精彩 九块九还包邮的手机购APP 楚楚街 提醒您下期看点 大家好 我是渊鸿 刘浩然 杜云桃 郭晓东 男子汉绝不言放弃 这是男人之间的荣誉之声 杜海涛加油 抢盆子扣他 杜海涛加油 杜海涛的脚步已经乱了 哎呀哎呀差一点 杜海涛脸都白了 哇开挂了 王宝强够了 王宝强去哪儿 战胜不了他 我觉得他没脸 两个真正的男子汉 为了一个脸盆打起来了 抛起不放弃 男子汉也有柔情时 我真的不想让别人 把你从我的世界里带走 你偷偷明白 为什么要拿女朋友 娜娜你在哪里 娜娜 你早说要玩必动吗 我不允许你用别的方式 从我的世界离开 我要哭 男子汉更会少 剪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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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剪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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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男子汉更能比团结 三 二 一 那个维嘉的表情 可以用丧心比 你看看 你看看欣欣的空气流海 你看这个游戏 原来娜姐也有空气流海 大本营重磅企划 终极勇气大考验 你们要做的就是在60秒之内 好做出来 我有点担心 我也怕被炸 到手到零秒的时候 炸弹就会爆炸 你怕就不上战场了吗 我相信我已经做了 谢谢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Vivo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 那么再一次呢要谢谢我们的凤凰传奇 希望你们的新歌可以受到大家更多的欢迎 一直就受受欢迎 对 同时要祝福我们的这个TFBOYS 你们的新专辑青春修炼手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 谢谢 谢谢 好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 资源无归有喜同水 手机购物APP楚楚结合 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 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 希望大家多多加入我们的官方微信群 祝大家天天开心下期见 再见 再见 谢谢我们的嘉宾 谢谢 谢谢TFBOYS 谢谢凤凰晨晨晋 我只想给你给你钟爱 这算不算不算爱 我还还还搞不明白 快乐的是想跟你分享 难过想给你肩膀 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 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 才短短几个礼拜 心情怀因为你不在 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 忍不住的小期待 因为爱 因为爱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 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 你眨着大大的眼睛 哦那么可爱 好想把你装进口袋 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准备打算 留到十年以后再跟你说 给你买最大的房子 最酷的汽车 走遍世界每个角落